老师正在指导女学生做瑜伽 但她的举止越来越轻易 手指顺着光滑的皮肤游走 女学生不敢反抗 接下来女生被侵犯了 老师还录下了不雅的视频做威胁 老师以这种手段连连得手 直到学校转来一个漂亮的女学生 她叫诺娜 是大魔王撒旦之女 诺娜将对学校的有罪之人进行审判 然而学校里更大的性侵丑闻将浮出水面 下面由伯乐弟弟博言 为大家讲这个纯洁学校背后肮脏不堪的故事 这太得高中了 今年是拿下了优秀学校的称号 这都得于咱们的王老师提出的课后瑜伽教育 让学生们练习瑜伽瓶行情 以此提高学习成绩 其他学校是纷纷开始模仿 这王老师也是受到校长格外的器重 他帅气的外表也成了学生们的偶像 而在这校演讨会上 茉莉老师就提出要加强学生的性教育 在学校增加自动贩卫机 这立刻就引起了在场老师的不满 这纯洁的学校怎么能开设这样的教育 在学校怎么能卖这个 这不是助长学生的欲望吗 由于没有人赞同 茉莉老师只能是暂时作罢 纳诺是第一天来上学 坐在了小美的旁边 这时王老师来班上挑选拍摄瑜伽视频的女同学 大嘴同学是第一个举手报名 老师问还有人吗 纳诺也是缓缓举起了手 看到有这新同学加入 而且还非常漂亮 王老师很是高兴 这时茉莉老师问小美 没了 小美却并没有说话 但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紧紧握着手中的笔 王老师是赶紧解围 之前小美是拍过 但她实在是太忙了 这两个人就够了 先就这样吧 你们俩记得放学来找我 等到放学以后 纳诺和大嘴就去找王老师 王老师知道的很是耐心 这每一个瑜伽动作 她都要过来纠正纳诺他们的姿势 其实这王老师生活的很是不错 他一家三口 妻子温柔 女儿听话 女儿一直是父亲为自己的偶像 可谓是家庭事业双加 等到第二天放学 纳诺又要去王老师那录于家视频 而小美想对纳诺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纳诺是告诉大嘴 今天录制取消 大嘴是回了家 而转头 这纳诺就自己去录制教室 王老师问起大嘴的时候 这纳诺是谎称大嘴生病 竟只有纳诺一个人 这可谓是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王老师也开始了邪恶的计划 她先是喝了纳诺的饮料 眼见纳诺没反对 她又和纳诺对视了起来 这纳诺的眼神还是没有躲闪 接下来 王老师指导的瑜伽就越来越暧昧 身体靠着纳诺越来越近 手指是也在顺着皮肤游走 就在这会儿 王老师是彻底露出兽性 而纳诺并没有反抗 而是面无表情的问她 王老师是用行动做了回答 而这一举一动 是都被录像机拍了下来 等到完事之后 王老师温柔的给纳诺穿好了衣服 并告诉她 第二天相同的时间 相同地点继续见面 见纳诺爽快的答应 王老师随即离开了这个教室 可是她没看见 纳诺看见她的背影 露出了一副诡异的笑容 这就应用了那句话 高端的猎人 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当王老师回答那当然时 就已经注定了她悲惨的结局 画面一转 这小美是找到了莫莉老师 说自己的好朋友怀孕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 老师是一眼就看出来 这小美说的就是她自己 莫莉告诉她 可以选择休学 可小美想拿掉孩子 希望老师可以帮她的朋友 老师是很直接地告诉小美 自己可以带她去 小美见自己被揭穿 拿起书包 仓皇地就离开了办公室 可这刚出门 原来是纳诺听到了小美的谈话 纳诺向小美保证 自己一定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 补下身是擦掉小美脸上的眼泪 下学后 王老师在教室门口等待纳诺 并且是告诉大嘴 今天的录制取消 只需要纳诺去补几个镜头 大嘴听了横尸吃醋 这老师这么帅 为什么只有纳诺能和她独处 而小美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表情是越发的凝重 男老师是把女学生带入录像室 上来就一把抱着的女学生 纳诺是不太愿意 王老师竟然拿出了上次的不雅视频 还夸着纳诺在镜头里称美 纳诺是无表情的质问 王老师是打量了一下纳诺 为了让纳诺乖乖听话 直接威胁起了纳诺 看着纳诺摇头 王老师是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次她又得逞了 王老师下班回家 妻子交给了她一台手机 王老师的神色是立刻就紧张了起来 那可是她才找不到的手机 妻子告诉她 是一个叫纳诺的学生送到家的 而且女儿很喜欢纳诺 并邀请纳诺留下来吃晚饭 这给王老师整得有点慌 说也许纳诺是想早点回家 可是妻子却告诉她 纳诺已经同意了留下来吃饭 在饭桌上 纳诺表面上描述着瑜伽课的事 但其实是在说那不可描述的事 是一边说一边夸奖 王老师会的姿势那叫一个多 这给王老师听的是心惊肉跳 生怕纳诺会说出来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像纳诺这样大胆的学生 这妻子和女儿小窝是十分喜欢纳诺 并且邀请纳诺当小窝的家教 这王老师是极力阻止 没想到纳诺一口就答应下来 并且告诉小窝可以带同学一块补习 小窝是很开心 纳诺是再一次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等纳诺走后 王老师是赶紧打开手机 没想到这里面竟然放出了 他和纳诺开车时的录音 紧接着纳诺就发过了一条短信 这一下王老师是彻底慌了 纳诺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 他的教室找纳诺但根本没找到 这会儿的纳诺已经陪小美请假去了医院 王老师是打电话威胁纳诺 命令纳诺与他的家人断绝关系 否则就把视频发出去 纳诺是乖乖的说知道了 王老师以为自己的威胁奏效 十分满意的让纳诺在录音室等他 纳诺也是乖乖答应 王老师得意的挂到了电话 这会儿小美提醒纳诺 离王老师远一点 自己就是让王老师搞大肚子 但人纳诺可是正经的撒旦之女 他根本就不会在意 医院里小美吓得是一直哭 纳诺冷冷的表情让他自己做决定 花梅一转 在王老师家里 这女儿小窝和男友坐在沙发上 等待纳诺来补习 男友问小窝的父母什么时候回来 当小窝回答会很晚的时候 男友是想大胆的亲吻小窝 但被张开门的声音打断 是纳诺来给他们补习了 他提议咱们可以去别的地方补习 只见纳诺把他们带进了一间酒店里 此时这王老师的电话就已经打了过来 纳诺告诉他们要出去一下 这小窝的男友是着急的问纳诺多久回来 纳诺告诉他最起码的一个小时 王老师是一直等不及的打电话 但这纳诺临走之前 借走了小窝唯一的手机 这王老师实在是太坏了 不仅是欺负女学生 还拿这部视频来当作要挟 说是只要不听话 就立马把视频发出去 纳诺是假装害怕 答应王老师是马上就到 不过这纳诺跟王老师说 学校的大门关上了 想让王老师来校门口接他 王老师是立马赶到了学校门口 但看着这敞开的大门 他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这也是妥妥的被纳诺骗了 他是赶快跑回了录音室 但里面却根本没人 突然之间 这房间里的灯全都关了起来 纳诺的声音是在背后传来 王老师回过头 只见纳诺坐在窗台上 纳诺说这电脑里的东西 好像很有趣 这电脑里 其实都是王老师的精彩视频 只不过这电脑有密码 纳诺打不开 王老师是哄骗纳诺 只要他下来就告诉他密码 然而我们聪明的纳诺 怎么会上他 纳诺倒也不着急 他可是有更精彩的内容 等待着王老师 只见他一脚踢开窗户 走进屋内打开了电脑 在大屏幕上 王老师的女儿小窝 正在和男友是现场直播 王老师是连忙质问 纳诺对小窝到底做了什么 纳诺却轻描淡写的回答 我什么都没有做 王老师立马威胁纳诺要杀了他 急忙拨打女儿们的电话 可这电话的另一头 却传来了纳诺的声音 王老师是想要出去找女儿 但是门早就被纳诺锁上 王老师根本就打不开 他要威胁纳诺 告诉他小窝在哪 但现在的王老师 已经是强弩之末 纳诺根本就不害怕 纳诺让王老师下跪求他 为了知道女儿的位置 王老师只能跪下磕了一个头 随即纳诺是发出了狂笑 紧接着 这纳诺又问起了电脑密码 王老师是本不想多说 因为这牵扯的人实在是太多 甚至还有这间学校的小领导 然而这眼看着女儿 身上衣服没极限了 没办法 只能是乖乖地说出了电脑密码 纳诺发出了一阵狂笑 不得不说 这就是人心的弱点 纳诺把酒店地址告诉了他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小窝男友的手机是一直在响 小窝是好奇地想看 但男友却根本不给他 只见小窝是抢过了手机 好家伙 这里面竟然都是父亲 欺负女学生的不亚视频 此时的王老师是一撞门冲了进来 直接是狠狠揍了小窝男友一顿 这老爸质问女儿 小窝绝望地反问 小窝把手机塞给老爸 然后哭着跑出了家门 这老爸在女儿心中的光辉形象 算是毁于一旦 王老师立马追着上去 两个人拉扯了起来 这说到激动之处 竟然还给了女儿一个耳光 小窝向马路跑去 只是突然一声 小窝出了车祸 倒在了雪月泼之中 画面里只剩下王老师 抱着女儿失声同哭 得到了第二天 茉莉老师收到了小美的消息 小美决定留下孩子 她选择休学 小美把娜诺转发给她的不雅视频 发给了茉莉老师 随即 这最纯洁学校的丑闻事件 上了头版头条 学校大门是被围的水歇不通 王老师被抓 然而这禽兽老师不止王老师一个 校长竟然也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欺负了很多女学生 这警车里的王老师看见娜诺 她是愤怒地想要杀掉娜诺 再一转眼 这娜诺早就消失了 人群中的娜诺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禁忌女孩的第一集到此结束 本篇叫禁忌女孩 这是第一集的内容 本期问题 大家喜欢看禁忌女孩系列吗 喜欢看的评论区留言哦 人多咱们就继续做 这个系列讲的是 撒旦之女诺娜 转展于不同的学校 将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欲望 无限放大 然后惩罚那些有罪的人 对了 博言 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还不错 这每集一个故事啊 都有意想不到的反传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多行不义 避自避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博乐的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我和弟弟博言会一起解说 喜欢我们收众的 点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了个拜